朋友们大家好 饭店几岁一盘的水煮银 在家就能做 可以为下饭有时费 消费来你还是大厨哦 下面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哈 今天买了一条 新鲜的草鱼 两斤多 放一勺羊 把它炸一下 炸到一这样粘粘的 放点清水浸泡五分钟 把这个鲜水泡出来 这一步都不能少哦 要这样洗干净 才结白乏嫩 这个鱼片煮的时候也不容易烂 这个鱼头一滚也是一样的方法 这样可以去除里面的杂质 跟这个鲜水 这个鱼就没那么腥了 洗好的鱼肉 放点盐 用手扎匀 扎到这个粘性了 粘粘的了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放一个鸡蛋清 然后放一勺玉米淀粉 那剩一个方向 搅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边不用 锅里蜂油 把这个冰姜 炸熟 炸熟 炒香 放点豆瓣酱 放一勺 炒出酱香味 炒香后 把这个鱼头鱼骨 炒下去 煎一下 表面煎王 然后放适量的清水 开始调味 放点盐 生抽 再撒蚝油 然后把这个配菜 加进去 金针菇 豆芽 然后这个挖菇放下去了 放点胡椒粉 提醒味 这大概是煮2分钟左右 把它盛上来 然后把这个鱼片一开一开放下去 这个鱼片不要搭在一起 不然的话被沾脸咯 放这个鱼开千万不要紧 放下去之后 先不要动它 等它定了形再慢慢 推一下 这样子就不会烂 这个鱼片 有嫩法 不要煮太久 大概是水快了三十秒 好了 把它捞上来 你看 这个就很完美了 还是开一开的 一点都不烂 然后这个汤也加进来 哇 看到有口水了 然后再滑辣椒 发椒 放下去 白芝麻 葱花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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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 最后加上肋油 哇好香喔 一巴匙辣椒的香味 太香了 满脖子都闻到香味了 外骨水煮鱼做好了 这个鱼鲜香热味 开胃下饭 要谁煮一次不用去外面吃了 在家就可以煮了 食材是太好吃了